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电十足 转眼间节目已经播出了几期 在最近的一期节目中 节目组醒到了寒雪 马思纯和易能静 几位女神同框 可以说是非常养眼的 在网友的提醒下 才发现王妃和易能静这两位女神竟然同岁 而且生日仅仅相差五个月 更重要的是 两个人竟然都49岁了 完全看不出来 将近50岁的年纪在生活中 很多人都当奶奶了吧 可是他俩却依然那么少女 而且童年出生的王妃和易能静 虽然都离过婚 但是却都活成了大多数女孩子想要的样子 真的令人羡慕啊 先说说王妃吧 在她没有参加《患乐之城》的时候 大家对这位歌谈天后的印象应该是高冷的 可是看了王妃在这档节目的表现才知道 女神原来是豆比亚 节目中的她 皮肤精致细腻 一头清爽的短发 性格洒脱单纯 少女感十足 高兴的时候笑得抬脚 大笑的样子十分具有感染力 认真听别人说话的 时候双手小动作不停 看起来像个孩子一样 大家都知道 今年已经49岁的她曾经有过两段婚姻 并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虽然两次婚姻都没有走到最后 不过也没能消磨掉她对生活的热情 相爱了就在一起 不爱了就分开 这样洒脱的女人少见 当了妈妈的她 依旧活出了自己 不过同时也当好了妈妈这个角色 两个女儿一个比一个像她 同样的倔强 洒脱 自信 再说说依能净吧 除了年龄 两人还有许多的共同点 都离过婚 都有两个孩子 都不会老 都是歌手 虽然她好多年不唱歌了 不过我到现在都记得那首《虫而飞》 简直是小时候的催眠曲 如今将近50岁的她 不用说心态 外貌看起来也简直是个少女 岁月没有在她的脸上雕刻什么痕迹 特别是这张照片 一头大波浪卷如雕刻般的精致面庞 不管多少岁也依旧是女神啊 参加节目时 身穿女身格子衬衣 扎着鞋马尾 公主封十足 再加上台湾人固有的台湾腔 与少女般的小动作 也会以为她真的才二十几岁呢 其实 依能净也同样有过两次婚姻 第一次嫁的人就是那个 大家都知道的哈林宇成庆的 当时的两人男才女貌 真的是很般配啊 可惜没有走到最后 现在的依能净跟儿子站在一起 简直就像情侣吧 真的是很显嫩了 与哈林离婚后的她 在几年前嫁给 能比她小好多岁的演员型号 在四十几岁的高龄 还为丈夫生下了女儿 虽然是姐弟恋 可丈夫却非常体贴 再次当妈妈的依能净 更是时不时在微博秀老公和女儿 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 看来心态真的很重要啊 只要心是年轻的